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归着千古路边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哪里诉说你的恩典 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今天我们有这么好的一天 可以聆听神的话语 可以歇息神的话语 就是神的恩典 神的怜悯 好 我们去祷告 亲爱的老爸父 谢谢祢这么爱我们 让我们可以明白祢的话语 奉耶稣的明白一下的时间 对我们的教头在祂手里 祝圣灵陪伴着我们 依我们的同在 帮助我们 奉耶稣的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经在耶和耶稣第4章16节 它说什么呢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祂里面 他说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住在神的里面 神也住在祂里面 只要我们遵循神的话 就会明白自己 藏在神的爱里 亲爱的弟兄姊妹 约翰福音第15章16节 你们就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我的父的命令 藏住在祂的爱里 那 当我们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 神的爱就会 显耀在我们的心里面 你说牧师我不明白 好 我告诉你一句 圣经又说了一句话 他说 要为你的敌人祷告 要为你 对你不好的人 请求怜悯 这个是神的话语 你说牧师我做不到 我很讨厌他 我很讨厌他 他对我不好 他对我不好 为什么我要爱他 牧师 为什么我要饶恕他 因为他太过分了 但是你是基督徒 你要遵守神的话 你要宽容他 你要宽容他 你要原谅他 你说 他说 牧师我做不到 当我的母亲还在的时候 他是我的亲生的弟弟 他都不照顾母亲 你说我怎么原谅他呢 但是你基督徒 神说你要为 那些对你不好的人祷告 何况他是你的弟弟 请求怜悯 当你遵守神的怀疑 实行做出神要你做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圣灵 会在你生命里面动 改变你的家庭 改变你整个人的思想 亲爱的女生 记得 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靠着圣灵 来帮助我们 实现神要我们所做的 神不会逼着我们的 只要我们有一颗心 主啊 你的话也好难好难 我做不到主耶稣 求你帮助我 让我可以活出爱来 那神就会给你一个勇气 就会来祷告 原谅你的弟弟 教授他 很多人说 哎呀 宗教全部都是一样的 我们中国的职贤也不是很好吗 我说非常非常的好 中国人的文化真的了不许 六千多年 真的是值得我们敬佩 但是呢 我们只懂得定理 我们只懂得每一季的话语 但是我们不能够实现出来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就有圣灵来帮助我们 给我们一股力量 来做出他要我们所做的 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 我们要爱人如己啊 然后呢 我们要宽容啊 讲得非常的好 但是我做不出来 唯有靠着圣灵 才能够做出圣灵我们所做的 而且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呢 磕目的心 要有一个 主啊 我想主 但是我做不到 求你帮助我 天卑 靠着爱才能气氛 我们是属于神 或是属于魔鬼 这个欧古斯丁说了几句话 神的恩里是活在神的爱里 但属魔鬼的人 却怀着疾恨 然后呢 满眼 以负面的心态活着 因为因神的基督徒要成为爱的使者 把福音传给属魔鬼的世人 引导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成为主的什么呢 宝贝 所以你说牧师 为什么要创造 牧师为什么要讲神的话语 牧师你没事做吗 我说我有事做 但是我要传福音 因为神是爱 神啊 爱是人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 属 而是奉神 让神的话语 能够传递给那些 没有信主的人 让他们可以悔改 成为耶稣的宝贝 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节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 尽心 尽意 爱主你的神 这是最大重要的诫命 若能如此爱神 神必赐福给我们 所以马太福音 第六章第三节 你们要先修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那这个今节非常的鼓励我们说 我们要尽心 尽心 尽意 爱主我们的神 敬我们的心 爱主 你说牧师 我怎么尽心 我很爱主啊 但是呢 如果你说你爱主 你的心里面 不顺服神的话语 你就是在欺骗你自己 你欺骗耶稣 你说牧师 你做到吗 有的时候我也做不到 要过一阵子呢 才能够爱他 算了吧 原谅他 那我们的心要谦卑 我们的心要可慕 我们的心要坦白 告诉主耶稣 主 我爱你 我不能够活着没有你 那主耶稣的 我华语呢 会给我们一股力量 给我们盼望 就说神要我们做了 坦白的告诉主耶稣 不要隐藏 老实的告诉主耶稣 不要欺骗 祂对你帮助你 好 我们今天第一次祷告 祝他大败福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这么疼我们 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怀疑 全都圣灵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 尽心尽心地爱你 让主耶稣 让我们可以侍奉你 尊敬你七年 我们奉耶稣的名 把我们的一生 都仰望 都交托在你手里 Hallelujah Amen 你的眼 是否被太多美丽 你他第一眼看世界 你身边的人 需要你我 把冷漠变成爱 你记录你心为心 你他第一眼看世界 这世界 这世界 需要你我 把冷漠变成爱 你记录你心为心 他第一眼看世界 你身边的人 需要你我 把冷漠变成爱 你记录你心为心 他第一眼看世界 这世界 需要你我 把冷漠变成爱 你记录你心为心